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一些超一流的大家 都是当时诗歌领地里边的一些巨星 像李渡、王梦、高层等等 这样一些在后世如雷贯耳的名字 人物都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 谭贤中年间 政治比较开明 国力非常强盛 国家的疆域也非常之广阔 受时代风潮的这样一种禁忍 盛唐诗人呢 大多都走出了家门 踏上了漫游的旅途 他们仗剑去国 纵横干叶 或者呢 寄情于大漠 或者是悠游于田园 挥派出了一份空前的自信和自傲 在诗歌创作上 则主要体现为两种主导性的风格 或者游异于雄魂自然之间 兼得于风骨声韵之美 那么在这样一个带群里 他们的创作量应该是非常之丰盛的 而且还具有一流的创作质量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以浪漫 自信 豪放的这样一种情怀 创作出了大量 容纳自己自由心灵 大气磅礴的歌行体诗作 而杜甫则倾注全力 在葛律师的创作上 特别是在七言律师的创作上 那么律师在杜甫手里 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非常高妙的境界 以至于盛唐的诗歌评论家 音藩 在他的合跃英零级的序读边 说过这样的话 说开元十五年前后 格律 丰谷 使得兼备 也就是在开元十五年 这样一个时间 断线之内呢 圣唐世人的创作呀 在格律和风骨 两个方面都达到了 比较写美的境地 用美学家的话来说 李白的创作 更多的是对传统的旧有的形式的一种冲决和破坏 而杜甫的创作 则是对诗歌新形式的一种建立和确定 这可以说是两个大事人 对圣唐时歌 或者是对整个中国时歌 所做出的比较大的一个贡献 圣唐之后呢 紧接着进入中唐 那么在圣唐的后期 就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烽火 席卷了整个北中国的大地 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 社会政治各个方面的一种衰败 一种转折 而且也导致了世人创作方向的改变 所以进入中唐之后呢 就有了这样两个不同的诗歌戴群 一个就是活跃在戴宗大历年间 直到德宗真元中前期的这样一个戴群 人们习惯称之为大历诗才子 包括像刘长青 唯音物 钱启 等等这样一批诗人 这批诗人的创作 已经改变了圣唐诗人的创作方向 远远失去了那样一种扩大不羁 刚剑有力的创作力量 他们的作品呢 更多的是表现沉郁 悲凉的个人感情 缺少鼓励 也缺乏心变 创作成就整体上不够突出 与此前的圣唐诗人群 和此后的圆和诗人群相比 这一代群啊 就好比加致于两座高峰中的一个低谷 是继第一代群之后的又一个过渡性的群体 第五代群就进入了县宗圆和年间 那第五代群的这样一批诗人 掀起了唐诗创作史上的第二个高潮 这时期活动的诗人呢 主要有韩玉 孟娇 白居易 袁枕 张吉 王健 李赫 贾岛 柳宗园 刘雨昕 这样一批诗人 而这些诗人呢可以说呀 在知诗结构上比圣唐诗人有了进一步的拓进 圣唐诗人更多的只注重诗歌创作 而在学术和正式上 这些大诗人呢不仅诗歌创作上有着教人的成就 而且在学术上在政治上都有比较突出的建树 这批诗人形成了两个创作倾向非常不同的群体 一个群体就是以韩玉孟娇为代表的韩梦诗派 另一个群体就是以白居易圆诗为代表的圆白诗派 韩梦诗派走的是一条奇险怪僻的创作道路 圆白诗派走的是一条平易通俗的创作道路 而这样一种奇险和平易的创作倾向 在圣唐时期的杜甫诗里边就已经存在了 只是杜甫没有把他作为自己主要用力的方向 而韩玉孟娇 圆诗白居易 继承了杜甫的这样一种创作中偶然流露的特色 而把他用全力推向了极端 这推向极端之后呢 就使得这个诗歌的创作 已经和圣唐时期非常不同了 圣唐时期讲究扩大 讲究圆容 讲究自然 讲究飘逸 而这个时期呢 或者讲究通俗 俗的连一般老百姓都能懂 比如 后人就记载 说白剧一作诗 常常拿来给老太太读 老太太能够听懂 她才把这样的诗句写进诗里 那就非常的通俗了 而韩梦写诗呢 则奇显得非常惊人 有些非常奇特显怪的诗句 都被他们写在了诗中 这样的一种走向 表现了 圆和诗歌领地 创作上的新变 这种新变 应该说 是来之不易的 清朝 有一位叫蒋世权的诗人 曾经写了一首诗 中间有这样两句话 叫送人生唐后 开辟真难为 为什么说送人生于唐后 就很难再开辟了呢 因为他前边有唐代诗歌 创作的这样一个高峰在 跟着别人亦不亦去 就显现不出你的面目 如果要超越他 那就要花费加倍的力气 那么中唐诗人 就好比生在唐人之后的宋人一样 他们生在圣唐诗人之后 想要开辟出一个新的 诗歌创作领地 创建一种新的诗风 那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的 与袁白韩梦两个诗派相并行 还有柳宗元刘雨昕这样一些诗人 这些诗人呢 创作特色也非常突出 但是由于政治斗争的结果 这个时期 他们被贬到了荒远纰漏的南方 在贬索一呆 就是十多年或者是二十多年 所以他们所创作的贬折的诗文 有另具一种独特的风格 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谈到的 唐人生活中具体来描述 那么中唐时期发生的这样一个变化 后人也有过比较精荡的描述 比如清人夜谢 就在百家唐诗序里边 说过这样的话 说真言言言和之计 后人论诗 谓为中唐 不知是中业者 乃古今百代之中 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 也就是中唐的中 是古今百代的中 是整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并不只是有唐一代的中 由此可以见出中唐诗歌 在唐代诗歌史上的这样一个意义 第六个代群 与第七个代群 分属晚唐的前后两期 在晚唐八十余年的历程中 有这样两个代群 前后相呼应 前一代群 以靖宗保利 宣宗大中年间的一批诗人为代表 这里边呢 特别以号称小李杜的杜牧李商隐 最为翘楚 他们将诗歌创作呢 导入了心灵叛忧和纯艺术的一路 可以说获得了绝不雅于 圣中堂一流诗人的很高的成就 其他一些诗人 比如姚和 许魂 温挺云 赵姑 这样一些诗人呢 也可以说是四面出击 各具特色 后一个代群 也就是第七代群 以一宗大中 哀帝天佑年间的一批诗人为代表 就总体的成就来说 比如罗隐 陆归蒙 皮日修 维庄 司空徒 杜勋赫 这样一些诗人 虽然比起前期的诗人 稍训一筹 但是 作为一个代群 却有着其充分的存在依据 可以说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 支撑起了晚唐诗坛最后几十年的 一盼天空 这就是唐代七个世人代群 发展的一个基本情绪 那么在这十个七个代群里边呢 我们稍微加以观察 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首先 创造高峰 集中于 圣唐诗人群 和中唐的原和诗人群这里 我这里边有一个创作数量的统计 由这个数量可以看出 他们创作量之大之丰盛 圣唐诗人群 创作量 总共是 七千六百五十一首诗 中唐诗人群 的创作量 是 一万八千 三百八十四首诗 二者相加呀 已经达到了 两万五六千首 总共唐诗是五万零四百多首 而他们这两个时期就达到了 两万五六千 就占据了 整个唐诗的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所以 从创作量 我们可以看出 这样一个 高潮期的特点 其次呢 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们从七个带群间的内部构成 和它的前后更别 也可以看出一些规律 首先 在每一个带群之中 知名诗人的年龄间隔 一般在二十岁左右 就一般的情况来说 一个带群间的年龄间隔越大 它的内部联系呢 就越为松散 年龄间隔越小 它的内部联系就越为紧密 如果说 这个推断 没有大错的话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七个带群中 第三代群 也就是圣唐诗人群 年龄间隔 从最长的孟浩然 到最小的杜甫 仅为十三岁 第五代群 也就是圆河诗人群 他们的年龄间隔 如果从出生年较早 并且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韩玉算起 那么 由韩玉到最小的李赫 年龄间隔 仅为十一岁 这样一个年龄构成 利于诗人间的相互交往和切磋 利于增强带群内部的集约性和凝聚力 而从文学史的实际来看 作为第三第五代群的 开源天保诗人群和圆河诗人群呢 确实比其他代群更为集中 更多联系 也更具活力 其次 代群与代群的间隔 无论按诗人的生年起点或终点计 还是按创作年代的上限或者下限计 上一代群到下一代群的发展时间呢 大体上都是四十到五十年 这样一个时间间隔 基本反映了文学史上知名诗人的成长历程 也就是说 在唐诗史上 每隔四十到五十年 就会出现一次代群的变化更迭 就会出现一批知名诗人 再次 在七个代群中 有两个强势代群 就是精英作者最多 创作量最高的第三 第五代群 有两个次强势代群 也就是具有少量精英作者 较多活跃作者 和创作量的第二 第六代群 还有三个弱势代群 也就是活跃作者比较少 创作量比较低 并且具有过度性质的 第一 第四 第七代群 这种格局 构成了唐诗发展史 两头低 中间两度凸起的一个驼峰形状 就像那个骆驼的驼峰一样 而就总的情形来看 这种驼峰形状 说明在每次诗歌 创作高潮出现之前呀 都有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 为它铺垫准备 而在高潮之后 必然形成明显的落潮 不过呢 信价分析还可以发现 两次高潮的出现规律 又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第三代群 也就是唐诗第一创作高潮出现之前呀 经过了从第一代群的弱势期 到第二代群的强 次强期 大约九十余年的准备 成一步一步走高的趋势 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边呢 唐诗的创作数量 和质量 得到了极大的掌进和提高 这样到了圣唐诗人群那里 才得以借助伟大的时代 拨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剧目 而其取终部分呀 似乎是戛然中断 一个辉煌的时代 十分完整的宣告了结束 接踵而来的便是第四代群 也就是大理诗人群的整体沉沦 到了第二个高潮期 也就是圆和诗人群 他们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就相应短了很多 这恐怕主要有圣唐诗人群创作经验作为铺垫 所以呢 第二个唐诗创作的高潮 就在不是太长的时间里边就形成了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基本规律 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的诗歌呀 在创作上呀 是有起有福 而且这个起和福都是有规律可寻的 在寻的 明朝有一位诗评家叫胡应林 胡应林在他的诗首里边 就出圣中晚几个诗期 诗人创作的风格 做了一个很精荡的总结 说了这样一段话 圣唐剧如海日生残叶 江春入旧年 中唐剧如风间残雪起 河带断丁流 晚唐剧如鸡生毛殿月 人际板桥霜 皆形容景物 妙觉千古 然圣中晚界限展然 他说由此可知呀 文章观气运 非人力 这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是文这个诗歌创作呀 是和整个时代精神的走向 锦香光合的 而不是人力所可以挽回得了的 圣唐的诗句 海日生残叶江春入旧年呀 一个非常扩大 广远 积极进取的一项 到了中唐 那么 就有所收敛了 所谓的风间残雪起 河带断兵流 其中 有衰败的迹象 但是更有一种坚韧的 毅力 在中间支撑着 整体走向 是内敛了 而到了晚唐呢 则更多的是刘云 对景物的 非常精细的 描画和勾勒 也就是温廷云的那首 名诗里边的两句 寄生 毛点月 人迹 板桥霜 景物写得非常之好 但是 诗人的心胸 境界 都表现得 越来越细小 越来越精致 而且在这种细小 精致之余呢 又体现出了一种 走向衰退的迹象 如果用这三句话来看 那么 我们 就可以了解到 整个唐诗 从初唐 圣唐 到中唐 晚唐 这样一种风格的 大致变化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